我们后面的部分一样 就是说我希望这样 就是做一个万年例 那上面可以做到的 下面也可以做得到 按个按钮 上面可以做得出来 然后清除把里面清除 如果换一个日期 比如这边的话 换一个日期 上面可以的话 下面一样可以 按下去也可以 或者是说你不要按按钮 直接当它改变的时候 也可以怎么去 本来我是要按按钮的 现在是上面改动 或者这两 C1或者是F1有改变的话 下面等同是我按下按钮的动作 这个部分的话 该怎么做 那不过在讲这个之前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 这边有一个menu清单 各位有没有发现 那这个menu清单是来自于哪里呢 基本上这个menu清单是来自于旁边这里的清单 不过有个问题存在 基本上我的menu清单不太可能会放在这里 你放在这里好像怪怪的 将来如果不小心有有那个使用者 他不能把你删掉 他可能觉得这个好像怪怪的 放在这里 这个好像很碍眼 他就把它删了 如果删掉会怎么样呢 就不见了 所以理论上不会放这里 那通常会放哪里呢 也许我们会另外再放 比如说我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包含月份的资料 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的话 我另外再开一个工作表 这工作表给他栏位好了 比如说这个栏位名称叫年 然后另外有个叫月 然后一个年一个月 就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把刚刚的东西呢 把它剪下放在哪里 放在外这个地方 这地方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还是可以啦 还是可以点击 只是说这里 看一下这边在 那这个地方下来选单 他的做法基本上是从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的话 因为我搬移的位置 他这边会产生什么 错误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东西不见了 但是特别注意 在Excel的2010 2010很聪明 你剪一下贴到别的地方 他会自动给你改一下 但是2007的不会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那另外就是说 我如果位置换了 用什么方式来做会最快 其实 特别注意 我们可以把年的部分选取起来 包含什么